因為你這次就是你可以跟全國的教育介紹一下 現在你剛才在全國的教育,你會說真的有頭部的教育嗎? 目前我從事賽克以後,我都採精兵主義 所以我的總哥大部分都維持在150隻上下 裡面如果保姆哥大概佔50隻 等於就是說,我的實戰的經營總哥大部分都維持在100隻到120隻左右 我是精兵主義,我一計做出大概都不會超過25隻 另外一個就是教育的人很關心的就是 你如果親社留在全國國的一個人物海 譬如說你打的時候,你會特別說我到這隻母親很難找到幾個台 還是說他找到幾個吃 是不是你會有這樣的一個建議配對在裡面? 有,因為歌子我發覺這麼多年的養歌生涯 因為我總歌配對還有賽哥 養賽哥這個訓練歌方面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對歌子真的內行 有些很多連鎖的大老闆,賽哥大老闆 他大部分都請教練 可能他是有在投資當生意人的投資 可是他對歌子沒有我們這麼多的,這麼強的熟悉度 所以一隻好的歌子 有些人認為就是好歌子他配任何三四隻母歌 一隻好的公歌,配三四隻母歌他都能發揮 一隻好母歌配三四隻公歌都能發揮 我經過這麼多年實戰發覺,歌子有時候要哈倒 像倒,我已經遇過很多隻歌子 他配三四年間配五六隻歌子都沒有發揮 偶然的機會他配到另外一隻不同的母歌 結果他後代入賞十餘以 有時候我認為配對很重要 所以你剛剛講這個問題我是認同 好的歌子也要有好的配對 他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說你在這一次的這個拍賣裡面 這個網拍裡面你會有 譬如說這個公的他配哪一隻母呢 非常的理想你會有這樣的建議的配對 有,因為我這一次拍賣 我稍微給他算了 成歌大概有一百七十四隻 裡面的贈孫歌就高達四十一隻 從來沒有一個拍賣會有 一百七十幾隻歌子在拍賣 裡面既然有四十一隻的贈孫歌 實際的拍賣歌,上網上架的拍賣歌 只不過是一百三十餘以一 這些正聖宮歌我都會考慮 他和拍賣的上架的這些歌子 哪一隻來配對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這一次拍賣的話 正聖宮歌我全部都把它配對好 哦,這樣非常非常 謝謝 謝謝 謝謝